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說大亂之後就有大致 現在香港暴入大致了嗎? 大亂之後現在很多首尾 我們香港人又可以怎樣行呢? 過去一兩年出現有疫情 香港和內地有很多交往都隔斷了 其他人跑不到我跑多一點 不跑來做什麼呢? 一要解當地最新的發展 第二呢 去推介香港去做什麼 去幫國家幫當地做什麼 從而大家可以對接 產生一些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去到每一個地方 發現內地真的發展得欣欣向榮 但是同時過去那一年多 我們和內地無論是專業服務、金融、房地產、貿易那些東西 因為他們無法來 我們都上不去 因為有隔離政策 所以那個交往斷了 交往斷了 我們本來是提供服務的 提供投資的 但是沒有香港人上來就自己搞定了 碰碰一下他以後可能不用香港 梁主席 我想問一下 這個是香港人最後的機會 為什麼會是香港人最後的機會呢? 過去那幾年搞政治搞得太多 過了火爲 所以我就說 我們要不失時機去掌握好 十性規劃給我們的機遇 你不能夠搞政治 不能夠靠講風水 那一定要下定決心 我講到比較 那些事實說明我心裡沒有想法 就刮骨尿毒 就是過去那些人洗心教練 扔了他 重新來刮 前兩天你講了一個Terms 這個Terms叫做資障 其實有兩個資障 對大陸最新發展的機遇 我們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些新的功能 大陸那邊又不知道 香港人不知道 中山現在搞健康醫療 搞到火火紅紅 他們有一間海龜回來 中山成立的 半年前來香港上市 動資1600億港幣 你可以知道多厲害 就是很多人去追捧它 它現在市值大概500億 那你跟香港人講講中山 中山是不是浸溫泉 那你跟香港人講東莞 東莞是不是吃荔枝 就是它知道的有限 不知道最新的情況 那你去到中山 你跟中山講十四個規劃都講 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 那你貿易中心是什麽呢 它不知道 我們貿易中心去哪裏跟我們講話 我們入口的東西 不完全是香港所需 出口的東西 絕對不是香港所產 為什麽呢 我們現在沒有製造業 那我們為什麽一個貿易額 可以做到這麽大呢 佔我們GDP 五分之一 比金融更大一點 現在 為什麽可以做到這麽大呢 他們不知道 所以兩邊都要做好 這個跨越的智障 這個不可以 智障你提到我們香港人有很多不知道的東西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有什麽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我們十四五規劃有什麽的良點希望可以告訴大家 十四五規劃不只是說做生意而已 我才去看 不是 譬如說你關心氣候變化 十四五規劃裏面有說炭達峰啊炭中和啊都有目標的 是我們國家一些大的目標來的 文化那部份我們國家十四五規劃裏面也有 然後有一個香港編章 那又是跟香港有關的了 很多內容 現在每一個新境年規劃呢 講香港的地方呢都比以前多了 那所以我覺得第一樣的就是什麽呢 就是剛才說不知道的問題呢 這些所有的資料呢都是公開的 大家上網提亮